看上去好像蝕蝕蝕 但其實它是可以擺到很多 很有表情的姿勢 它亦都可以有頂帽 做一個戴帽的姿勢 你是開組合的 即是如果你買兩隻 那你就可以將它拼起來 它會有少少機關 有少少信位給你 這間店有贊助我們嗎 沒有啊 玩具TV第24季 第六集 剛剛玩完模型 我們繼續玩我們一向非常支持的 繼續本土系列 Acid Ring 這次有兩件東西 第一件就是 非常巨型的破雪者 這個盒子 真是一個女裝鞋的鞋盒 真是一個鞋盒 尺寸 樂容 都是主力是這個 雪地用的 另外一個 繼續 唉唷 掉了 展示一下盒子 給大家看 Nelson Nelson 沒錯 基本上它都是一拼 始終都是要跟回故事 在這個 阿格斯的邊界 樂容 和Nelson 都是一個好好的拍檔 來的 既然Walker 已經懶得一隻大野 我們就不如說一隻 破雪者 其實我未有時間看完整個 說明書 不過基本的都見到 因為本身就住 駕駛艙 Larel 這個系列 都出過不少 今次就變成一個 雪地戰用的模式 看到本身 駕駛艙 倉門 是和以往的有少少分別的 另外 亦都會配搭了一件 非常之正的 今次的特色 就是烏印盾 老年這麼大的烏印盾 其實每盒只有一個盾 如果沒有看漏的話 但是 你是可以組合的 如果你買兩隻 你就可以把它拼起來了 它有少少機關 有少少筍位 可以組成一個 類似護牆 盾牆 盾牆 好了 這隻一天我給你沒有了 首先 基本的 我只是沒有了一些 基本的可動性 都頗穩定 令人滿意 不錯 大腿是有一個 吊齒的聲音 你看到Walker 扭得這麼興奮 都不需要擔心的話 其實也是 Axid Ring 那些全部都是玩具 正 挺好 而且它摸下去 感覺好像好 比它早期的產品 我覺得 沒有那麼多油 因為這隻我們剛剛開的 以前的產品 其實是有少少 因為舊化油漆的關係 就令到那些關節很緊 第一次玩的時候 我覺得它好像那個處理 進步了很多 我覺得它是進步了 變成現在 我第一次玩 我都不覺得那些東西好像瘋了 最早期是有這個問題的 那現在 那些可動手指 那樣的東西 都很... 鬆緊度都適中了 就沒有第一次 好像破柱 所以這次的品質上 我覺得它是有做過功夫的 另外看看 這次其實 破雪者的主力武器 GL35 SA的衝鋒槍 看到本身塗裝都很漂亮 之餘 蛋閘 總共有三個 好 先上去 看到裡面都很清晰的子彈的構造 好 先開槍 老闆 這個 這個 真是真的一樣 嘩 這是掛法 不知道 不是 另外 它暫時 我看到背部也有一個乾坤的 一來這裡可以開 好 二來 這個 這樣的 勾 是可以玩的 嘩 彈光繩啊 不知道為什麼它用了彈性的繩呢 它是不是故意的呢 可能是 因為其實它應該... 我想是假的 咦...不是啊 嘩... 帶得出的 但是... 厲害 我看看它沒有膠呢 喂... 有啊 有 它是沒有一個手柄給你領的呢 好像... 你剛才那隻手柄了 其實... 我是在這裡用手指 對啦 過癮啊 哦... 等等我收一收嗎 多謝Gary 暫時看到就是這樣 因為它沒有一個... 搞啊 你的手指就是搞了 對,有 好像很玩具化 這樣... 可以裝備 不好意思,我打架你 既然都是這樣 不用收錯 應該是沒有看錯就是這樣玩 就這樣玩了 這樣就沒有輸了 除了一支槍之外 它亦都会使用其他角色可以使用的ASMG6冲锋枪 都不是第一次见的了 多样东西多样东西玩 我不清楚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这样的 挺有趣的 这个是这样的 要试试把人放进去 看到Walker开了个银行艙 我不忐再给大家看看Nelson 这个其实我觉得很高质 它亦都可以有带帽子 做一个戴帽姿势 Nelson也是正在吃的 我知道 人仔是不是有支枪子 枪子是可以放在楼队后面 他人仔本身就有支枪子 你把人放進去的時候,首先可以把槍放在椅子後面 打開的時候就可以把槍放進去 我們又趁空閒的時間,多謝Ricky,Ricky廳師兄 又一次贊助我們,多謝 不知道看不看到呢?可能暗了少許 那支槍放在椅子後面,就可以把槍放進去 然後Nel可以坐上去 既然是這樣,我先介紹Nel先 或者可以看一看Nel的 Box 無論如何都要拍一拍 非常精彩,一貫傑老師的風格 完 對,始終亦都因為Nelson他的角夕或膚色 令到他在國家一貫受欺凌 我以為你說,所以令到他在雪地上,是顯眼的 哈哈哈哈 我看到一張照片,一班人圍在一起 有一班朋友圍在一起,隨時吃飯 可能叫一個待會兒幫他們拍照 然後他前排一個是一個皮膚很深色的黑人 然後他旁邊的朋友,只有他一個是黑人 然後他旁邊的朋友,把那條餐巾放在黑人後面 好像玩了 好像擋住,這樣就看不到 真朋友 幫他退地,幫他真人退地 這些朋友給我找 好,可以先拍一拍Nelson的工具 好 下面有三個頭給你 是三個頭 這麼精彩 另外Nelson,他的標誌的帽 是可以脫的 加上他的肩章 哇,很多東西玩 對,還有本身這個 大家也都耳熟能長的AAR11 特擊步槍 配件是非常豐富的 因為有些東西我已經上了在Nelson身上 例如 這兩把的AP2 另外 手榴彈 問你死未 而且他的食煙頭很棒 是呀 他擔住一支煙的 雪格 一比十八來講都極致 是呀 沒錯 剛才都說過了 因為基於膚色的問題 他經常被欺凌和歧視 亦都因爲他經常被欺凌和歧視的關係 亦都鍛鍊到他一身好武功 因為經常跟人打架 所以變了 他的格鬥方面亦都非常出色 亦都因爲這樣 成為了公民之後 亦都加入了這個阿格斯的軍隊 那當然 這件東西他絕對是可以坐上去 那在未坐上去之前 不斷地玩一下 我當然不會換個人頭 我或者換一個想要 對呀 這個是什麼頭來的 為什麼好像有個 骷髏頭 還是有個好像 G.I. Joe 還是機器人 應該是有面罩 對呀 好像機器人 又有個師兄贊助我們 這個也是很難讀的 Moshisuki Sio 對呀 見過的很多次了 多謝支持 我現在才看到原來 大腿是有角色平轉的 而且他本身的腳有很多 挺過癮的關節 對呀 有腳趾 這個 還有腳板的形狀很有型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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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腳板也有 撐開 對呀 因為他雪地 沒有辦法 我真的要講一講他的關節和可動性 不斷地叫做 轉一個圈子大家看 這個頭變成未來戰士 正到爆 T-88那些樣子 好像Cat-Bain 很快轉完之後 其實你看到 以他說是舊化 因為始終他是一個雪地部隊 會見到很多白點 一些仿雪的痕跡在他身上 好 另外 亦都 回歸於他這個 裝甲服的設計 變了他其實動任何關節 飛到手榴彈 都可以非常自然 腰部更加不用說 好 有位師兄上星期沒有看我們 問我們會不會開箱SRX 看上星期那一插 沒有話可說 另外連腳裸關節 我這樣會容易看 都是犯規的 好 好 介紹完一輪犯規的動作之後 交給你了 Walker 好 坐進去 沒錯 我準備好 你準備好坐姿 還有要拿走一支炮 我想他拿著 在裡面 好像重型的 這樣 OK 那究竟會不會 連帶頂帽子都可以坐進去 行不行 好像 不理 認識不到 明日戰機和孫宇聯盛 都挺棒 對 哇 其實 我想說一說 如果有些 戲的投資者 都不妨想 不是幫傑買廣告 孫宇這個 點子拍戲 我覺得是挺過癮的 行不行 還有 最重要是多角色 到時候 我們可以適合 這個角色 都可以 用一點 力水 是 還有你看一下 葛文輝 和 舒宇 Cossofa 幾好反應 我想 葛先生 明日戰機和Cossofa 應該都很棒的 古生 古生 對 真的 沒有辦法 都是要 拔一下 好 我想這個場景 就是 如果對手拿著炮 然後司機 機師 就打開機艙 然後拿著槍 肩膀有點寬 所以我們做另一個姿勢 會好一點 可能 夾是不是要拆 這樣夾 需要嗎 對 用快點衝出來的 動作就會好些 可能要 看看 有型 明日戰機的永遠公司 有 不止一間 其實 現在 沒有了 其實 身體 下盆的位置 它是有一個腳架 應該是降落式 那樣 譬如模擬 它 駕駛員 上落的時候 是可以這樣坐下的 大家看到嗎 看到嗎 下面那個 屁股 有一個L 可以再擋一擋 另外 行動形態的時候 正如剛剛所說 大腿有水平轉 其實 整個盆骨 是一個大的波障 所以 可動性 是 看上去好像 四四方方 但其實 它是可以擺到 很有表情的姿勢 而且 它的關節的設定 是可以好好扭 整個類似的姿勢 這樣 駕駛員 當初 為什麼日本動畫 會弄得 機械人越來越細見 80年代 就是希望駕駛員 和機械人 多點互動 是的 存在感比較重 就是類似這樣 非常好 八塊水有爪 如無意外 有興趣的 可以去各大玩具店 均有代售 好 好 這一隻就差不多 解釋了 好 稍後見